在这个地方读墨 墨药 墨药 不能读梅药 因为这个是一个阴语 也是当时 从这个原产地 这个翻译过来 那么原产地这个墨 就是苦的意思 苦的意思 一个苦味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汉字 把它直接翻译过来 那么它也是 这个橄榄坑的植物 也是分泌的一个树枝 那么它的产地和乳香 也是大同小异 所以这两个药 都是外来药 所以都是从 这个东汉的后期 魏京南北朝 这样子就开始 已经传入中国 当时是跟福教 把它带进来的 它是作为福教宗教仪式 里面需要用的一种物品 那么后来发现了 它有很好的活血止痛的 这样的效果 所以慢慢就成了 很重要的中药 所以这个乳香 墨药 这两个药呢 经常配伍在一起 有的医生开厨房 乳墨 过多少 就指的这两个药 同时使用 那么这两个药呢 都是 肠鱼止痛的活血化鱼药 那么类似于 盐腐朔那种情况 当然 它比盐腐朔呢 又更加典型一些 就是它改善很多 鱼血的一些 病理指标 也有比这个 比盐腐朔更明显的 更多的一些 这样子一些效果 但是呢 重点仍然是止痛 所以它主要就是 治疗的鱼血疼痛症 而且这两个药 认为常常 相虚为用的 所以我们正按照 这个书上的要求呢 在这个活血止痛 就掌握这么一点 两个药相似 都是常于止痛的 活血化鱼的药 那么至于有的书上 还要区分 在活血化鱼止痛方面 这个乳香和墨药 还有一些区别 一些区别 那么这个呢 最初出于这个清代 中期的黄公秀的 本草求真 那么他就认为呢 这个乳香呢 是偏于这个 行器 曾经的 活血化鱼 不如墨药 墨药的活血化鱼 作用呢 强一点 但实际上在临床 很多方乳香墨药同用 这个区别 应该说非常细微 非常不明显 为了减少大家的负担 所以我们这个教科书来 没有要求大家 比较他们的区别 不去比较 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功效 消总生机 主要是在 生机 这只是的外用 乳香 内服 或者墨药 内服 没有生机作用 把它制成散剂 在这个窗阳的 表面局部使用 才有这个功效 这个也是 这个功效表述不准确 不完整的地方 没有表明 给药的途径 所以我们这个要清楚 那么另外 这两个药呢 注意他们的用法 注意他们的用法 一般要炮制 炮制 那么这个 炮制呢 认为 降低它的 不良反应 增强止痛的作用 但是现代年就 炮制了以后 止痛作用不降 没有增强 反而降低 因为炮制 大量的挥发油 这个耗散了 损失了 这个乳香木药的 止痛的主要部位 就是挥发油 是不是应该 炮制了 用来增 增效呢 主要是 降低它这个 引起 窩心 嘔吐的不良反应 那么引起 不良反应 主要是对 魏詹姆 魏詹姆 有刺激 这两个药 所以有的 胃不好的 加上一个 特殊的气味 如果作为汤记 如果在一个 大楼里面 有人煎 这个乳香木药 整个这个楼 都有个 很特殊的 有的人很难 接受那个气味 所以服用了以后 也会产生 这个腹部的 一些不实的症状 所以这个药呢 没有把它称为 止痛的药药 所以它止痛作用 虽然比较明显 但是很多人 不愿意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